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講講明日方舟的一些小的心得 都玩了兩天左右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隊伍 其實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的隊伍其實也不算太厲害 不過勝在有個六星 有這隻的六星 這隻就是抽回來的六星 即是它有十年抽裡面的一隻六星 其餘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有三星兩星 最盡只有五星 最盡只有這隻五星 不過我不是經常用的 如果有些關卡真的難打的時候我就會用 這隻就是一隻寶師來的 我平時就會用一星的機械人 那現在就想講講 其實這隻的明日方舟 就未必一定要用很高的星數 即是可能是五星 甚至是全六星 當然全六星都有這個好用之處 但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全六星的話 其實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一段時間升 升級那裡很辛苦 但如果你捱過到這個升級的階段 其實很多關你都可以過到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升六星的重的人就不是問題 但是一開始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沒有那麼多金錢去給他們升級的話 其實都不算太花算 因為有些關你過不到的 對了 那麼想推廣一下 其實用兩星都可以很厲害 那我舉例選幾隻兩星出來 那這兩星都是送的 首先這隻的 不要說這隻 這隻的 黑角 對了 那這隻黑角呢 其實就是一隻的盾牌的角色 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頂三個的敵人 頂三個的阻擋三個敵人 那然後呢 其實這兩星的人物呢 只要升到30 他就會有一個天賦 那這一個黑角的天賦我覺得都頂厲害 就是右下的裝甲改良 那這個裝甲改良呢 就是可以增加你的生命 防禦力 防禦力 加12% 其實都非常之高 非常之高 那可能你問三星有沒有呢 都給大家看一下三星 那我選了一隻三星的盾牌給大家看 這隻就是三星的盾牌 你會見到它那個天賦 就還未開的 因為它要精英階段一才解鎖 但是呢 精英階段一之後呢 它就會重新計個level 譬如我現在40的三星 那如果精英化了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新的天賦 跟著屬性上限提升了 跟著部署費用加了 另外再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要重新升 對了 那雖然看來呢 它精英階段左之後 真的好像挺厲害的 但是呢 一開始我認為不需要太過 就是精英化這些 一開始不太快 所以我覺得用兩星是好處 比用三星的 對了 譬如說哪些呢 這隻 這隻叫做12F 它都有一個天賦 就是閃比率提升 50%的物理閃比 都非常之強勁 對了 再加上其實它是一隻 重型的法師 那我自己會怎樣分呢 重型法師 那就是 攻擊力非常之高 然後那個攻擊速度慢 那我就會稱之為重法師 如果你說遠程一點點 然後攻擊速度也不算太 太慢中等 或者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們是群攻怪 對了 就是群體法術傷害 我會稱之為重法師 對了 另外還有什麼兩星可以看呢 這隻 這隻其實兩星都 都有用的 你會看到它寫著 空蛇大師 不是miss那隻 它是攻擊飛行目標的時候 攻擊力加50%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用的 因為去到有些關卡 它有些飛機航拍機經過 那如果你是用近戰的話 或者是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的攻守 配一隻這隻都很厲害的 因為這些射飛機 是非常... 這隻一隻呢 打那些 空蛇航拍機其實都 挺大力的 所以我也挺推薦用這隻 不過看情況 很大程度上 其實這隻兩星的攻守 我都很少拿出來用的 反而可能會用這隻三星的攻守 因為主要是有技能 兩星的人物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技能 對了 有一體的 左下角有個二連射自動 然後這隻 這個就沒有技能的 不過 特別之處就是它有個天賦 這些就要... 你要... 精英化了 之後才可以有天賦 沒錯 那麼分別在這裏 就看看你願不願意投資 你想... 就是你想... 慢慢... 慢慢投資 或者是慢慢玩這隻遊戲的話 那就... 你... 你全四五星去打 其實... 升到差不多都一定過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 嗯... 就是想衝劇情 然後再... 強大自己的勢力 強大自己的... 那個... 叫做什麼呢? 基劍 就是那個... 設施的話 其實都建議是用兩三星左右的 而已 因為真的投放太多資源了 讓大家看一下這隻 我就... 精英化了 這隻的劍士 已經精英化了 已經是 目前是最大的精英階段 那麼我升到三十多這隻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經驗值都需求很大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升它 但是就有個天賦的提升 攻擊力加4%而已 而它有個條件就是說 等級55就更新 我想它是可以增加攻擊力的%數 對... 那個%數會升 沒錯啦 那... 如果你... 看完都覺得 可能你喜歡升那個精英化 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都... 始終... 始終這些就... 看看大家的方向去哪裡 對了 那我看看這個公開的招聘 就算了 好了 好 那... 通常都是一星來的 咦... 這隻 這隻我還沒有的 所以我想要這隻 抽完這隻 先 應該都是一星 欸... 兩星啊 倒林 好 那我都講一下這個招聘的... 用途 那我自己一個小時就算了 因為我最... 我現在就想要收集一... 兩... 一二星的人物 所以我一星就算了 一星就算了 因為為什麼呢 再跟大家講了 好 那... 之後回到這個... 這個隊員 之後我們就選等級 因為看回我的人物 欸... 為什麼我可以選一二星呢 就因為我這隻 黑角這隻 這隻我就需要加這個潛能 只要你多抽一張黑角的話 它就可以升這個潛能 那就將你的生命上限提高 那我覺得這個也挺有用的 對啦 所以我就一開始就先升了兩三星 一二三星先的 譬如現在升滿了的就有這隻符蓉 那這隻符蓉的潛能已經是爆了 因為... 抽得太多了 還有我... 選的都是兩三星 兩三星 一二三星 對啦 我沒見過有五星以上 已經 因為公開...這個什麼 這個公開招門其實也不是這麼簡單 好 而我自己另外一隻最想要... 激發潛能的就是這隻 這隻 這隻也要特別提一提 因為這隻其實... 你看看的樣子 以為它很廢 數值很廢 但其實它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它的天賦 它的天賦呢 只要它一落場那一下呢 它就會回所有的單位200血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緊急的救援 只要你... 即是保不及血 你發覺... 你打過一關 那隻人物或者那隻盾牌近戰 不夠血的時候呢 你馬上放這隻 那它就會... 即是... 真的救命 可能真的... 令到你不用... 令到你有三顆星通關都可以的 我覺得 沒錯啦 那二位一不好的地方 當然就是它的數值非常之差 數值非常之差 然後它如果... 有得激發潛能的話 就天賦提高 如果沒有的話 只有200而已 而它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 它只需要三個的部署費用 部署費用三 即是你以為有三個能量就可以放它出來 是非常少 對了 差不多剛剛出場的時候已經有七點能量 另外... 好的地方就是它有這個... 有緊急救援噴霧啦 然後就有少量的回血啦 對了 那麼就看看它這隻的... 這隻的... 這隻的回... 醫療兵呢 它就有79攻的 也真是代表呢 它每回一次就回到79血啦 對了 理論上其實很少而已 因為說一隻寶師呢 都可以回到... 兩三百的 對了 譬如我用我這隻啦 不是這隻 這隻法師 重法師 這隻 那這隻它是281的攻擊力啦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差不多回到接近三百的... 血量啦 再加上它有招技能就可以增加攻擊力10%的 對了 那就一定是三百啦 可以 所以都是要看回... 我都是覺得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優點啦 看回剛才我抽這隻 其實這隻我都想抽的 其實這隻都想抽的 為什麼呢 這隻跟剛才那隻一樣 這個呢 它的天賦就是一個叫部署後 10秒內所有友方近戰單位攻防加10% 這個也是一個... 即刻救援... 緊急救援一個... 一個... 天賦啦 也是一個技能啦 只要它一放一下 它就加攻加防10% 也就是說呢 其實跟那隻的... 差不多啦 不過它就是... 近戰的重啦 對啦 我想它除了這個... 近戰... 就是這個叫做... 戰術整理 有些用之外 其餘都很... 沒用的 對啦 好老實講是真的沒什麼用的 對啦 唯一好的地方都是它... 佈設費用三啦 還有它... 有這個天賦啦 缺點就大把啦 缺點... 咦...不是喔 等一下... 它... 200攻的都有... 難道我... 不是喔 它有200攻的 這隻... 我們拿一隻來對比一下 這隻... 862血... 862血... 862血和63防 接著我們拿去給一隻... 隨便拿一隻... 4星盾牌給... 3星吧 1... 1197229... 63嗎 63嗎 63是比較低一點的 這隻呢 這隻36 也沒差得過法師的 但是... 也不會太高啦 哦... 同一隻4星攻守差不多 嗯... 都可以作為一個戰力的 我想... 對啦 我想馬上升了它 遲些放它入隊 或者轉頭放它入隊 這隻... 挺過癮的 哦... 直接升到30 咦... 有個新技 作戰指導技 哦...後勤技能 沒關係 好... 好... 能夠阻擋... 不好意思啦 飛得太快 能夠阻擋一個敵人 且不受部署數量限制 但再部署...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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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錯啊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我... 那個部署數量已經Over了的話 它都可以繼續放 可以放這一隻 對了 但是再部署時間極長 其實沒有所謂啊 因為... 都不會再放的 我想... 很少機會會再放的 對了 那這次的明日方周到這裡先啦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 呃...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心得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